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UK其实就是英国的简称 那么这款车是不是也是来自于英国血统的这种车型呢 不给大家绕弯子了 这个车不是英国的 那么它是来自于咱们国内的工厂 它叫宏雅 来自于江门的一个制造厂 它生产的一款搭载着我国宝岛台湾的400cc单缸四系门 油冷发动机的一个复古车型 它的名字叫UK 叫UK Classic 400 那么这款车它的整个定位 大家也看到就是一个复古车的一个定位 它搭载的这个动力系统 跟新元复古400那款车还真的是非常像 但是据我们所知 它这两个动力平台并不是一个工厂来出来的 UK 400这个发动机的动力平台 是来自于台湾的哈特佛 那提起哈特佛呢 有的网友有可能会知道 哈特佛在台湾是比较知名的一个制造挡车的一个工厂 那它的这个之前有一款车呢 叫Diablo 650 采用的呢就是咱们春风工厂的这个并列双缸的这款发动机的一个技术来制造的 整个外形呢也非常像春风的这个老款的650啊 只是它的车头部分有所区别 好了咱们不说哈特佛了 但是哈特佛这款发动机它到底有没有什么亮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款发动机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油冷的配置 那前面有一个油冷散热窗 而且它在后面呢 也很好地传承了本田CB400的一个散热系统 它在后面有一个散热壶 这个散热壶呢 其实它里面是储满了这种机油的嘛 它可以帮助这个车很好的一个散热 那相应它的机油的损储量呢 也都比较大 那么这款车的这个动力的一个水平呢 相对于咱们国内的这款 之前的叫新元复古400这款车啊 它的无论是功率还是扭矩都有所提升 功率呢 达到21千瓦 扭矩也能达到33牛米这么一个水平 单缸四起门油冷的发动机 它的震动确实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在低扭的时候 它整个的驾驶体验呢 给我感觉还是比较震的 但是当我骑到60公里每小时的以上的时候呢 挂上它的最高档五档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车其实还挺好玩的 它的这种低转速虽然说是有点震 但是骑下来以后的感受还是不错的 好 那这个车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采用一个双的双排气管的一个设计 而且排气管上的这种焊歇的痕迹呢 也都没有了传统国产车那种诟病 它采用的是一个鱼鳞焊的一个水平 从一些细节上我们能看到啊 来自于广东板块的这款优客 Classic 400这款车 它的做工呢 相对于重庆板块的车型呢 还是相对比较精致的 当然它的售价也要比重庆板块的那款 新元400挺火 火了好几年的这个国内复古车 要贵一些 它的Classic 400的售价 要到25800元的一个水平 再比它更高一级的 配置也更高的呢 要达到27800元的这个售价 那么这款车还有一个亮点啊 就是它搭载了ABS系统 ABS系统对于摩托车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啊 因为在路上骑行的时候 如果出现策划是很危险的 那么这款优客Classic 400 它搭载的这个ABS系统呢 是来自于京西重工 那么京西重工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听着比较陌生啊 其实它是来自于我们北京的 这个手钢重工持股的 这么一个重工企业 它生产除了ABS系统以外 还生产像悬挂呀 还有一些高科技的这种 摩托车上用的这些设备 那么好 换题回到这个优客Classic 400 这款车的这个制动起来 尽管带了ABS系统啊 但由于它配备了两条 看上去像德国马牌摩托轮胎的这种 胎型啊 但是它的制动效果并不能让人满意 刚开始我们看到这个花纹的时候 我还挺高兴 来说它配置非常高啊 它能配备了一个德国的轮胎 但后来我们发现细节的时候 发现它是一个产自于我国的 一个叫腾森 叫腾森的一款 不能说山寨吧 但是它也是效仿和学习了德国马牌轮胎的这种花纹 所以看上去特别像德国马牌那种高端的轮胎 但用起来的其实还是一个很初级的很低端的一个公路胎的一个水平 所以在骑行的时候呢 它的抓地力并不能让我十分的满意 这款车除了整个看起来都比较复古以外的 其实它的仪表上我觉得也是有一点要吐槽的地方 因为尽管整车看来都很经典很古典 但是它的仪表竟然带了一块液晶屏 当然现在带液晶屏呢 它显示信息更加丰富 可以更能凸显它的一些功能性 但是作为一个中外复古摩托车的一个爱好者 我本人也都非常喜欢这种复古摩托车 每当我看到仪表上有一块液晶屏的时候 我都会感觉很别扭 所以呢 当然如果厂家能够把这种液晶屏换成这种纸针式的仪表 我觉得它的感觉会更好 还有一个值得吐槽的一点 就是当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坐垫 坐垫这块有一个接份 接份呢跟这个油箱中间的这个份呢 它是歪着的 那么强迫症的这个 尤其是处女座也好 我们很多这个摩友 它可能就会犯纠结了 那它为什么不挣呢 没办法 这个就是咱们国产摩托车的一个细节 还是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今天呢 我们对这款优客 Classic 400的介绍呢 先到这里 感谢关注摩托报告 摩托车节目 我是周照 谢谢 最后的地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